嗨大家好,我是极美貌才华一生的小仙女文心 她是新罗门客栈里的心狠手辣的曹少卿 沙普郎中的拳拳到肉的警察马军 叶问中的一代宗师叶问 这次她是电影《大师兄》中用拳头守护学生 对问题学生不抛不弃的史上最能打的教师陈霞 那么今天文心就和你一起来聊聊这部 曾子丹成立电影公司后推出的第一部作品《大师兄》 《大师兄》由坎家伟指导 动作巨星《甄子丹》收拾女王陈乔恩等主演的热血动作片 于8月24号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此次《大师兄》的故事主要讲述了 由甄子丹饰演的陈霞是一名退伍的特种兵 在曾经校长的推荐下回到母校教书 但一上任他就发现这个学校面临要拆除的危机 又不安排接手了一般问题学生 陈霞运用自己的独特教学方式 让学生开始有了转变 但当一切渐入佳境却发生了意外 陈霞成了公审对象 即将面临失去教师资格的危机 同时又有步伐商入 借助学校土地买卖 让校园不得安宁 身经百战的陈霞 被逼再次放下教师身份 与众师生合力展开一场 学校守护战的故事 《大师兄》虽然是一部 聚焦与青春校园题材的电影 但同时也是一部娱乐性很强的动作片 为了融入剧情 曾子丹这次将自己的各项招牌动作 与校园环境进行了完美融合 特别在剧本集动作设计下都下足功夫 片中的动作场面非常精彩激烈 像操场大战 街头闹市飙车戏 教室近战必加索 中东地区的战争系的 这些真实激烈的打斗场面 绝对会让荧幕前的你大呼过瘾 除了打戏精彩娱乐性强 大师兄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影片中 曾子丹打破常规 鼓励学生遵循梦想的教育方式 和带着强大正能量的故事 一定会get到你的泪点 影片中 曾子丹饰演的老师陈霞所在的班级 学生各个品学堪忧 他们只是因为成绩不好 就被学校老师所抛弃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但根本原因却都并不是 他们自己不求上进 而是从来都没有人关心过 这些孩子背后的问题 陈霞去用他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 和这些一开始把自己视为 求学生涯最大的敌人的孩子 从信任开始一点点的累积 一步一步拉着他们走回正途 他没有一昧地要求学生 用好成绩来证明自己 他希望学生没有知识 没有关系 但是要有判断的能力 春风话语般的寻寻善诱 而不是说教 让人感人肺腑 对于这部聚焦各式校园问题 以及家长教育等问题的电影 曾子丹也在上海定档发布会上表示 我一直觉得身在演艺圈 作为电影人对社会有责任 希望透过我的一点点影响力 能对年轻人有所帮助 校园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方 在当今爆名花电影盛行的当下 涉及教育题材的电影也越来越少 相信这样一部有教育 有动作 又有思考的校园动作电影 一定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给文心疯狂打call 同时也别忘了 在屏幕的右下角 随手点个关注哦 你的关注将是文心做节目的最大动力 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不见不散 下集结束